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 天下是免不了一场灾害了 没错 老弟啊 现在这种情况可有方法可解 其实我这次来这里是找我师父锦囊里的指示 我在漠北狼牙洞里面找到了布阵的阵法术 这是记载浑天阵布阵的方法以及破解的方法 没错 除此之外 它还记载了浑天阵阵成之后 天条龟甲的三条戒律就会消失 从此天条龟甲就会变成可以随时杀人于无形的夺命龟甲 那么我们要快点阻止惭愧布魂天阵呢 不行 我们不能阻止 我们反而要帮它完成 为什么 因为夺命龟甲是天条龟甲要变成有天地正气的千年龟甲 一定要经过的过程 只有完全没有邪气的天条龟甲 才能够守护龙金珠 跟龙金珠合而为一 守护大明朝的龙曼 这夺命龟甲 要如何才可以变成没有邪气 没有三条戒律的千年龟甲呢 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有苍龙命格的人 来完成这个使命 那么天条龟甲上面 杀人于无形的诅咒 就能够完全去除 老爹啊 这浑天阵要是不成啊 是会天摇地动天下打乱的 为了一个龟甲 却让天下百姓受灾 这代价太大了 军阳兄 我们可以依照这镇法书的记载 在镇城之前 将灾害引到西北荒漠的无人之处 天下苍生就可以躲过一劫 魂天阵只能启动一次 镇城之时也就是镇魂之时 从此魂天阵在这世上消失 天下就不会再受魂天阵的威胁 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个有苍楼命格的人呢 依照师父给我的锦囊指示 往北走我就能找到这个 老爹 你不回去还要继续走啊 就万一惭愧不强了魂天阵 那天下的百姓 就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躲过灾难了 君永修 这个可以解救天下苍生的人就是你 我 我身负重任 必须要找到这个有苍楼命格的人 无法赶回豪州城破解魂天阵 万一魂天阵布阵完成 让惭愧大师的计划得偿 天下苍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要恳求君永修 代替我去豪州破解魂天阵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是个退隐之人 我不想重出江湖 我也不想管天下血 君永修 魂天阵要是布阵完成 这会危害到大明朝霍 我说过 复朝之下无完乱 如果大明朝真的灭亡了 你能够置身事外吗 就算你不为你自己想 你也要为皇上 为娘娘 为天下苍生设想的 好吧 老弟 我只是说不过你 为了大明朝的安危 我愿意冲出江湖 替你破魂天阵 也替皇上重整大明江山 以免被白连教的奸人所害 好 君永修 我先敬你一杯 我代替天下苍生 向您致谢 不敢 老弟 老弟 你这不走的 是险棋呀 君永修 我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你先就请君永修 好 多点点 奇怪 平常娘都说 我没有练武的天分 为什么这无毒神功 我这么轻易就练成了 难道这无毒神功 特别适合我练 但是 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这位神机妙算王阿秀啊 你这样补了半天 补出了什么名堂了 师父 你先别吵我 你这样吵我 我都补不到挂 不会使船还嫌西弯 老大我是看你半天补不出个结果 好心跟我来关心你 还请我吵 对不起了师父 我不是故意要迁怒你的 实在是 我有点心烦意乱 你为什么补个卦 你为什么补个卦 会补得心烦意乱啊 因为我不管怎么补 我从这个龟壳倒出来的 都不成卦 啊 这样啊 这么奇怪啊 真的不成卦啊 更奇怪的是 我来之前 在我房里测字 不管我怎么测 都是凤字 凤字 老大我认识的人啊 名字里有个凤字的人很多啊 不过我比较熟的就是凤舞 难不成 跟凤舞有关 谁 龙飞羹 凤舞 白云 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才看到一个戴面具的怪人 怪人 哥 你看这个龙凤香包 爹 这是龙凤香包 这条龙 就是哥哥 这只凤 是我 这是我跟妹妹亲手做的 爹 你把它带在身边 他就像这凤舞跟我 陪在爹的身边 龙儿 爹不在家的时候 你就是赵家唯一的男人了 要好好照顾你娘跟妹妹 知道吗 龙儿知道 这个香包 是我们亲手做的 这个结 是我亲手打的 那个时候 你才拔罪 为了要缝这个香包 你的手 还被朕扎了好几次呢 我记得那一天 爹穿着战袍 要准备去打仗 我们亲手 送了这个龙凤香包给他 这龙凤香包会在这里 难道爹没死 他回来了 老那我呀 曾经看过你爹 身上带着这个东西 而且啊 他把它当成护身符一样 从来不让他离开身边 那个时候他还很高兴地跟我说 还要是带着这龙凤香包在身边 去攻打敌人 都能无枉不利 师父 如果这个香包 从来没有离开过赵将军的身边 现在又出现在天通学堂 那么就表示 赵将军有可能真的没死 嗯 没错 白银姐看到的那个人一定是爹 哥 爹没死 爹已经回来看我们了 要是 爹爹 真的还在世 他为什么不现身跟我们相认呢 你是说 那个人可能不是爹 可是如果不是爹的话 他怎么会有这个香包呢 这 我看到的那个人 他戴着半边的面具 好像不想让人认出他来 我在想 如果他真的是赵将军 那么他会这么做 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才不跟你们相认 这就有可能了 因为你爹这个人哪 什么事情都想得比较多 要是他没死 又不肯跟你们见面 那就表示他真的有什么苦衷 再说了 要是他决定不跟你们见面 就算你们再怎么找 也找不到他呢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爹 那为什么不跟我们见面呢 冯王 你放心 爹如果在世 我相信 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呢 妖主 这个地方事情这么重 真的很奇怪 这是因为玄武神障 感应到魂天阵的启动 才会形成这么重的尸气 原来是一个福西八卦阵 或者玄武神障 三百大海 困朝 庄雅 可贵 将贵死 原来是一个福西八卦阵 教主 什么是福西八卦阵 福西八卦阵 是利用幻境 来迷惑来者 达到隐藏的目的 我们现在 只要利用一面镜子 来反射光线 自然就可以看到 真实的景色 可是我们身上 并没有镜子 要怎么办呢 要破这个阵 很简单 去路一鸣 我们进去 嗯 嗯 快 宝儿竟然您在七日之内 就炼成误毒神功 怎么会这样呢 很好 我炼成误毒神功了 娘 娘 你不是常常说我 都没有练武的天分 可是你看 我才短短的七天 就炼成了误毒神功 嗯 娘也觉得很意外 误毒神功 是我们祖师婆婆 所创立的独猛武功 婴柔无比 不是一般人类得起来的 自从祖师婆婆以来 厉大掌门也只有三个人练过 娘没想到 你竟然能在短时间之内 就炼成误毒神功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宝儿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能这么快 就炼成误毒神功吗 因为你是一个本性 婴柔的女孩 而且你是祖师婆婆 所选派出来 做朱雀神杖护法的人 我是朱雀神杖的护法 那个高明师父也这么说 但是为什么我是朱雀神杖的护法呢 只有朱雀神杖的护法 才能拿走朱雀神杖 你见过高明师父 他想拿朱雀神杖 连摸都还没摸到 就被火烫到了 至于你 根本就是一如反掌 轻轻松松就将朱雀神杖拿走了 就因为你是朱雀神杖的护法 如今你已炼成了误毒神功了 更加证明你就是祖师婆婆 所选派出来做朱雀神杖护法的人 可是宝儿不明白 朱雀神杖的护法要做些什么 万物生长 一定有一个时机跟领悟 既然你是朱雀神杖的护法 而且也炼成了误毒神功 那么你就要好好运用 千万不能滥用祖师婆婆 做传给你的误毒神功 知道吧 嗯 我知道 你怎么能够认误 我已经炼成误毒神功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以她的个性 可能没那么简单 就看得开龙飞杀死大哥的事情 我不能让他们兄妹 反目成仇 兽足相残 好 凤武 你在等谁 我在等哥 今天早上 他被派到北方去 探查好与灾情的事 他在跟皇上汇报 所以 我在等哥带消息回来 哥回来了 哥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是不是雨还没停 雨已经停了 但是 好雨造成的灾情 让很多百姓 家破人亡 有很多地方 甚至被水淹没 伤亡惨重 魂天阵才开始成行 竟然就已经引起这么大的灾害 我真不敢想象 等到魂天阵正式启动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魂天阵的威力 超乎我们的想象太多 所以 我们绝对不能 让第三支神仗 落入惭愧大师的手中 赵龙飞 宝儿 赵龙飞 我要你赔命 你施展的是什么武功 哼 这就是我们巫毒教的巫毒神功 才没有几天 你就练成了巫毒神功 哼哼 这是天意 你成为天字印记杀手之后 你第一个杀的人就是我的师父 我 练成巫毒神功之后 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你 赵龙飞 管我师父的命来 宝儿 你师伯杀了我们的师父 我跟哥也是替天行道啊 宝儿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青手族 难道这样的关系 都不能化解你的仇恨吗 如果我杀死你爹 你难道不想报仇吗 你在说什么 我们的爹是同一个人呢 你闭嘴 我从来就不承认 赵军勇是我爹 在我的心目中 他只不过是一个 复兴的小人 宝儿 你对我的怨恨 你可以打我 骂我 但是 你不可以对自己的颠不敬 你对我的怨恨 你对我的怨恨 你可以打我 骂我 但是 你不可以对自己的颠不敬 为什么不可以 赵军勇照顾你 扶养你 但是他为我做过什么吗 他甚至根本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个女儿 但是我的师伯呢 他疼惜我 他抚养我 他爱我 我走的第一步路 是他牵我走的 我吃的第一口饭 是他喂我的 我会写的第一个字 是他教我写的 他才是我爹 你杀死的陈竹才是我的爹 我对你爹不敬 你会生气 那么你杀死我爹 我应该怎么做呢 鲍尔 只请替天行道 我问心无愧 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有资格怪我 除了你 我没有想到 你跟陈竹的感情 是这么深 这么厚 我知道你恨我 好 我让你打 我不会还手 也不会闪躲 凤儿 白云 你们让开 鲁飞哥 你要做什么 我跟宝儿的事 你们两个不要插手 来 你动手吧 赵龙飞 不要以为你这么做 我就会心软 我陈宝儿 没那么正派 你动手 龙飞哥 我没事 继续 把你的怨恨 全部 都打在我身上 你动手 来 你动手 你动手 龙飞哥 你动手 你动手 娘 你这是在做什么 快把我的穴道解开 你已经把龙飞打伤了 这样已经够了 我不许你再出手 不可能 我要的是她的命 那我就更不能解开你的穴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一定要阻止我 因为我知道你要是杀死了龙飞 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 娘 不希望你的下半生 都活在悔恨当中 我杀了她 我才会后悔 宝儿 你冷静一点 你听娘说 我们两人在火鸟风的时候 被沈丘霞追杀 是龙飞救了我们 还有 娘能够恢复武功 也是龙飞将她三成的功力给我的 为什么你一心想要报仇 难道你忘了龙飞对我们的救命之恩 赵龙飞的救命之恩 也比不过他杀死师伯的仇恨 可是他欠我们的 宝儿 姨娘 你不要阻挡宝儿 如果不解决 他对我的怨恨 我相信 他这辈子 都没有办法接受我跟父母 龙飞 姨娘 请你不要插手 就让他把怨恨 发在我身上 不行 你们是兄妹 我不能让你们这么做 姨娘 我拜托你 请你不要插手这件事情 龙飞 我看你 你不要阻挡宝儿 你不要阻挡宝儿 我看你 你不要阻挡宝儿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要阻挡宝儿 啊 是他 娘 哥 刚才那个身影不觉得很面熟吗 那个人的身影 怎么跟爹那么像啊 那个人 就是我看见的那个人 龙凤香包就是从他身上丢出来的 一定是爹 那个人一定是爹 父 父 王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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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郡庸 是你对不对 我知道是你 你快出来 找郡庸 找郡庸 你出来呀 我知道是你 你出来 既然你没有死 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赵俊英 娘 娘 娘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人 你爹没死 一定没错 你爹没死 我的孩子 我爹已经死了 没有 他没死 我看到他的眼神 是他没错 赵俊英没死 你爹没死 我说的是我爹陈竹 不是当你抛弃你的赵俊英 王儿 我真是不明白 一个抛弃你的男人 跟你的亲生大哥 到底谁比较重要 赵俊英又抛弃了你 对你还不闻不问 甚至 连有我这个女儿他都不知道 你竟然还口口声声说 他是我爹 龙飞凤舞是我的手足 你想要用这种理由 阻止我爸师伯报仇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把对世伯的冤仇都无关紧要呢 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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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双 是我辜负了你 请您愿不要护 你愿睁不要护 今天那个人 有可能是爹吗 哥 你怎么不在房间休息呢 是啊 你伤得不轻 你应该多休息才对啊 你们放心 宝儿的五毒神功 现在只有五成的功力 我只是受了一点内伤而已 你刚才为我运功疗伤之后 我已经好很多了 我是担心五毒神功 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其他影响 你觉得不能太大意 我知道 我们才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宝儿 他的武功怎么会进步得这么快 我跟他交手 发现五毒神功 是一种跟龙元神功 相生相克的武功 他现在功力尚浅 如果他再修炼下去 很快就可以跟我打成平手 宝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变成五毒神功 这很有可能 跟他是朱雀神杖的护法有关 爹 这是爹的画像吗 世伯真是威风凛凛 不愧为一代武将 是啊 很多人说 爹长得英明神武 气宇轩昂 他只要一站出来 逆兵会以为是天将神兵 冯辉哥 你还说你只受了一点内伤 你快坐下 我为你运功了伤 咱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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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的脸 爹 爹 真的是你 爹 你真的还活着 爹 我好想你 这位姑娘 我只不过是一个残废的老人 怎么可能会是你爹呢 不可能 我不可能认错人 你刚刚叫我凤儿 只有爹跟娘 才会叫我凤儿 赵君佑 是一个英明玄武的大将军 怎么会是我这个模样 我女连心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凤儿都会认得出来 你就是凤儿的爹 你让我走 就让赵君佑 鬼风凌凌的形象 永远留在你的心目中 爹 葡萄梅酒 夜光碑 葡萄梅酒 夜光碑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古来 征战 几人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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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儿 你怎么哭了呢 凤儿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 就是古来征战 几人回 它的意思就是 自古以来 只要去征战的人 也有几个人可以平平安安地回来 我每一次 听到这首诗 养起爹在战场的时候 父母就会很担心爹 父母就会很难过 哈哈哈哈 原来我的凤儿是在担心爹啊 凤儿 不要哭 爷答应你 爷一定会平平安安地回来 真的吗 真的 那我要打勾勾 大公公 戴手印 你一定要守戏 凤儿 大公公 戴手印 你一定要守戏 你 秦弦爹 遵守我们的约定 你安安回来 凤儿 凤儿 爹 爹 爹 凤儿 你看是谁回来了 快便 臭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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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無悔討喜 愛戒成奧義 誰敢托朗空氣 配出難清醒 父母 哥 你看是誰回來了 你 是爹回來了 爹 龍妃 拜見爹 龍兒 起來 真的是爹 很好 龍兒 你已經變成男子漢了 龍兒 爹問你 身為趙家的男人 應該要如何 身為趙家的男子漢 要頂天立地 盡忠報國 絕不貪生怕死 你做到了嗎 爹 龍妃 問心無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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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娃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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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佑不但没死 还回来跟龙威风舞团圆了 是啊 皇上 赵军佑啊 是昨天晚上回来的 老闹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原来赵军佑啊 去帮皇上找寻龙金珠的时候 虽然衰落断眼 但是他没死 他找了一个地方隐隐君起来了 当年我师兄 一直找不到赵将军的尸体 我师兄心里就有预感 赵将军一定没死 师兄果真是亮世如神 不但你师兄亮世如神啊 朕也是这么想的 赵军佑啊 帮朕打江山的时候 打赢了好多战役 遇到再大的危险 都能够平安回来 所以朕早就怀疑 一个小小的山崖 能难得了他吗 这个赵军佑啊 不仅是大明朝的开国功臣 也是朕的好朋友 所以啊 高兵 皇上 去把他带来 这有很多话要跟他说 这个啊 朕知道你的意思了 这个赵军佑啊 为朕 为大明朝付出这么多 朕应该亲自去天通学堂 看他 对吧 走走走 皇上 怎么了 这个嘛 这 这 这 高兵啊 你今天怎么了 说话突然突妥 支支吾吾 不是啊 皇上 你如果要见赵军佑啊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你怎么 他是变胖了 还是变瘦了 还是变得比较好看了 不是的啊 是他的半边脸啊 已经毁容了 而且还有一条腿 不良于行 真的假的 怎么会这样 这件事情 对赵军佑的打击一定很大 想不到赵军佑居居然没死 可是 他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 是 相爷啊 你怎么都不说话呢 是不是你心里 也很同情赵军的遭遇啊 不是 我认为 虽然赵军的遭遇很不幸 我们也没备要因此而同情他 虎贵勇啊 你说了什么话 你知不知道这赵军用 是否在大明朝才掉入山沿 你现在说这些话 这不太没良心了 启禀皇上 赵军这个人 他最有价值的地方 不是他的外表 也不是他的脚 是他的才华 虽然他现在残废了 只要皇上肯好好地重用他 他依然是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朕等一下去找他 也是希望他入朝伪官 教主 诗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玄武神障就在禁塔内 为什么我们找不到 理由很简单 你跟我都不是玄武神障的护法 当然找不到了 教主 既然你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白跑一趟呢 我们这一趟并没有白跑 诗句上面 已经指示得很清楚 玄武神障 是在禁塔里面 所以 这个玄武神障 跟禁塔的主人一定有关系 教主 难道你已经知道 禁塔的主人是谁 你还记得吗 禁塔外面 布的是什么阵 是福西八卦阵 福西八卦阵 只有赵军用 才知道怎么布置 但是 赵军用不是已经死了吗 当年刘伯温 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教主 你的意思是 他没死 事情办得如何 提禁教主 有教徒发现 东方狱跟宝儿 他们母女俩 已经翻脸分开了 所以宝儿 现在已经离开东方狱 孤身一个人 很好 继续跟踪他 是 所有状况 怎么会这么顺利 宝儿 是朱雀神障的护法 又是赵军用的女儿 现在 他跟东方狱翻脸了 那就是 我们很好的机会 把宝儿吸收过来 为我们白莲教所有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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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要 你们 要 要 不是 要 要 王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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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王冠哥 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 被你吓了一跳 对不起 还好没事 请师伯指教 白云 你的汉龙剑法 练得很好 文冠哥 你呢 你练过什么武艺啊 我 爷 文冠哥不会武功 是吗 刚才 我看他躲过那一戒 要是没有学过两下子 是不可能躲得过的 要看你 我放了一下子 世間啊 無影緣緣 唱歌無聲萬月啊 無霸一暗 若是暗火 無力向上北 米亞路水淀 寒風大路頂 思念的三日將一山寶美天 孤單的心情 水深的夢境 青青凌鬆打入感情